大家午安 非常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 环境经济学会和环境工程学会 这第一次合办的环保政策论坛 那我们两个学会将来会持续的合作 来办理这样子的活动 那主要的目的是希望由 用这个学界的观点 包括环境经济政策还有工程 在这个专业的领域的知识的基础 然后共同来讨论我们所面临的 环境保护的一些重要的问题 这是我们主要的一个目的 那希望是对于政府的政策 或者是大家对环境问题的重视 能够有所帮助 那我们今天很高兴 这是第一次 那我们的题目是如何使得台湾的空气品质 成为台湾之光 也就是说我们希望它是很 大家都可以骄傲的一个环境的品质 那么那在我们今天邀请到四位 这个主讲人 那都是这方面的专家 包括两位环保署的处长 然后和两位教授 那等一下我会一一介绍 那在请他们讲之前 那我先用很简短的这个时间 大概五分钟到十分钟的时间 介绍一下 那我收集到的一些有关于台湾的空气品质 过去到现在的这个资料 那么我们这个会议 这是我们的海报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台湾呢 这个我们呢过去 我们的这个台湾的空气的污染的问题 是这个1970年代 那时候我们经济发展以后 高速开始 这个石拉建设开始高速的发展之后 那时候开始的严重起来的 那么经过了80年代的这个治理 到了90年代逐渐的改善 那么可是呢 大家对于这个环境的品质 空气的品质呢 还是很不满意 我们在最近做了一个调查 有发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环保署也就在 去年呢就有这个 政府就推动这个空气污染防治策略 这一个非常大的一个project 希望能够在一定的时间之内 有来改善我们的空气的品质 那在这里我就来介绍一下 我们从70年代开始 台湾的空气品质 这个采取了这个策略和它的结果 这里是比较北京和台北的空气品质 从1985年到现在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SARS和NOX 我们用这两个做指标 在这个85年开始 我这里数字是从85年开始 然后就逐渐逐渐的这个改善 那最近的这个15年 几乎都是维持在一个很低的一个水准 那NOX也是逐渐的在下降 在下降之中 那同一个时间 那北京的空气品质呢 是也跟我们 它是有改善 可是呢 之间可以看到有非常大的差距 非常大的差距 那他们的NOX呢 也还在恶化之中 不过最近这一两年有开始改善 不过基本上 我们都是follow这种 先污染后治理的这样子一个模式 那这个模式不只是台湾这样子 所有的先进的国家 也都是这样子一个情况 那么台湾的媒体上面呢 对空气污染是一直都是非常的重视的 那这里我们在调查过去 从1988年到现在 在媒体上对这几个议题 三个议题 空污费总量管制PM2.5 它的出现 这个keywords 它出现了这个次数 大家可以看到 PM2.5 是在最近这几年 出现了 那这里PM2.5 都是这几年 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受到非常大的重视 那之前的话 对于空污费和总量管制的政策 在执行的时候 也有一些 很热烈的这些讨论 例如说 这个空污费 是在这1985 1995年的时候 成为这个媒体的 这个高点 的交锋 交点的高峰 在那个时候 那么总量管制 也是在2004年的时候 成为一个高峰 所以这些 有关于它的问题 空气污染的问题 或者是政策 都一直都是 很受到重视 很受到重视 那么在媒体上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一个case就是 在2005年2月28号 在大陆的一个记者 财静 他自费拍摄了一个空污的纪录片 就是穷顶之下 在网路上公布 播出 几天之内就获得 在全球就得到两亿个点击率 可是过了一个礼拜之后 中国的政府就把它 收起来 就不准了 进播了 可是呢 在国际上 还是继续可以看得到 那就是YouTube上面 到现在我们都可以看得到 那么台湾呢 在大陆的影响 被禁止了 影响减少了之后 可是在台湾的影响 是非常的大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台湾的媒体上 台湾的这个 在这个 在这个点击率上面 你可以看到说 在2005年这一天 他发布的这一天 我们的这个红色的 就是这个 就是穷底之下 这个名词 被点击的情况 然后呢 之后就一直持续的 就PM2.5变成了一个重点 重视的一点 所以我们现在 对于PM2.5那么的重视 这个穷底之下 对台湾的贡献 影响是很大的 那么这个我引用几个 台湾的这个 有关于社会变迁的 这个调查 有关于环境的意识的调查 或环境的态度的调查 2001年 台湾社会变迁的调查 台湾社会变迁调查 是中研究院的社会所 每年都要做的 国客会支持 每年都要进行的一个调查 在2001年 是第一次调查环境的问题 那这个工作我有参加 那么他们就问说 你觉得五年前相比 下列环境品质的台湾 是变好还是变差 结果呢空气品质 有这么多的人 80%人认为是变差 过去相比 那你觉得五年以后会不会变化呢 那会变差的 也是有53%的人 那么然后呢 我们再比较 2020年的台湾社会变迁调查 跟去年 2017年年底 我和几位同仁 我们进行的一个 环境态度及行为调查 我们问的都同样一个问题 就是你认为 请问你认为 对于台湾整体来说 最重要的环境问题 是哪一项 百分之 在这里 百分之34%的人 2010年 百分之34%的人 最重要的是空气污染 是最高的 在各种环境问题里面 是最高的 那么到了2017年 这个数字更高 百分之54% 去年的调查 百分之54%的人 人认为 空气污染 是最重要的 一个环境问题 那其他的次高的 包括了气候变迁 在这里 或者是水污染 都低了非常的多 那么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你认为 哪一项环境问题 对您和您的家人的影响最大 也是空气污染 这边是 2010年是25.5% 那2017年 百分之56% 所以从这里 可以看见 就是说 虽然前面的资料 告诉我们 我们的空气品 是在改善 可是呢 大家对环境 尤其空气污染的问题的 这个重视 是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大家不满意 越来越高 那么这个当然说 穷顶之下 有贡献 那么可是呢 应该也有 其他的这个原因 好 所以呢 在这种背景的之下 我们就提出来这么一个 三个议题 作为今天讨论的这个议题 第一个 我们的民众的认知 和空气品质的监测值 为什么有落差 那么现行的法规案政策 是不是可以改善空气的品质 然后呢 如何改进我们现有的 这些空无改 防治的这些策略 那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 当然就是说 使得空气品质成为台湾之光 那这两张照片 一张是我在这个四月 就是这个月初到了 池上大波池那里照的 可以看到南天白云 我的照相机不太好 不是很清楚 那我的一个朋友 陈如中呢 他在四月二十二 在那个柏狼大道 就是说这两个在隔壁 那就是南天白云 那我们想这种的照片 就是我们所期待看到的 这个空气品质 当然不只是乡村地区 是这个样子 未来的都市地区 也应该可以 希望是做到这个样子